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5月底在台湾召开了,台积电2024技术论坛台湾展活动,台积电欧亚业务资深副总经理,继副共同营运长侯永青在主题演讲中表示,AI需求强劲, 预期AI晶片需求年成长2.5倍,希望携手合作伙伴一起面对充满黄金契机的AI新时代。 侯永青说,目前产业逐步回温,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度过。 智慧型手机PC市场正缓慢复苏,预计将会年增长1%至3%。 AIHPC数据中心需求依然强劲,预期AI加速器需求年成长2.5倍。 虽然智慧车晶片市场需求仍疲弱,今年将同比下滑1%至3%。 物联网市场今年也有网游7%至9%的增长,但相较以前的20%表现较为疲软。 台积电正持续扩张生态系统伙伴,以把记忆体、载板、封测伙伴纳入生态系统。 台积电此前在4月的法说会上提到,四伏器AI处理器在今年所贡献的营收将成长超过一倍, 占台积电2024年总营收的实位数低端,Lowteens百分比。 在未来5年,预计四伏器AI处理器将以50%的年复合成长率增加, 到了2028年将成长占台积电营收超过20%。 侯永青说,台积电预期今年不包括记忆体晶片的, 全球半导体市场将同比增长10%, 全球晶圆代工市场预计将同比增长15%至20%, 这其中尚未包含英特尔、IFS。 这些说法和台积电此前法说会上一致。 台积电先前4月法说会上提到, 总体经济和地缘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, 可能进一步影响消费者信心和终端市场需求。 因此,预期整体半导体市场不含记忆体在2024年将经历更和缓及渐进的复苏, 下修了对2024年整体半导体市场不含记忆体晶片的展望, 预期将年增约10%, 而晶圆制造产业则预期成长中到高端实位数Mate to High Teens百分比。 两者都正在摆脱极具库存调整和2023年的低基准、Low Base。 在这次台积电造的2024技术论坛台湾战活动上, 台积电资深厂长黄远国则指出, 受益于HPC、AI和智慧型手机需求, 今年台积电的300米产能将比去年增加三倍以上, 但这事实上还是不够的, 因此台积电还在努力满足客户需求, 先进制程产能快速提升,也面临挑战。 黄远国指出,2020年至2024年, 台积电在7nm以下先进制程营收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超过25%, 目前台积电N3良率跟N4比几乎是一样。 这也促使头部客户高阶晶片更愿意选择N3制程。 另外,特殊制程从2020年至2024年复合成长率达10%, 其中车用晶片出货年复合成长率高达近50%。 对于台积电最新的2nm制程, 台积电业务开发资深副总裁张小强Kevin Sean指出, 目前2nm进展顺利,采用nm片技术, 目前奈米片转换表现已经达到目标90%, 转换良率是超过80%,进展顺利, 预计2025年实现技术量产。 由于AI和HPC需求旺盛, 台积电目前也积极扩张先进制程和先进封装产能。 据介绍,台积电自2022年到2023年新建了5座工厂, 今年在建的有7座工厂, 其中3个是先进制程晶圆厂, 两个是封装厂, 还有两个海外的晶圆厂。 具体来说, 在晶圆代工方面, 在台湾, 目前新建的新竹FAB20和高雄FAB22 都是台积电的2奈米晶圆厂, 进展顺利, 已经开始装机, 预计2025年量产。 在海外晶圆厂方面,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计划投资650亿美元, 新建三座尖端制程晶圆厂。 其中, 第一座晶圆厂已经开始装机, 预计明年量产4奈米。 2022年底动工的第二座晶圆厂, 预计2028年量产3奈米, 第三座晶圆厂还在规划中, 预计2030年之前进入量产。 在日本雄本, 台积电计划建设两座晶圆厂, 雄本第一座晶圆厂, 2022年4月动工,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量产22奈米、 28奈米和12奈米、16奈米制程。 雄本二厂尚未动工, 预计2027年量产6奈米、7奈米制程。 在德国德勒斯登, 台积电将建16奈米晶圆厂, 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动工。 2027年量产, 主要满足欧洲客户需求。 在中国, 台积电南京5-16厂, 库产28奈米已于2022年下半年开始量产。 2023年实现满产。 目前在建的先进封装厂方面, 台积电台中, AP5厂负责量产CoOS, 今年准备量产。 加以AP7厂, 今年兴建, 2026年量产, 负责量产SOIC和CoOS。 根据规划台积电SOIC和CoOS产能, 在2022到2026年的年复合成长率CAGR分别超过100%和60%。 总体来看, 台积电认为, 2024年人工智慧BI晶片的需求非常强劲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台积电的重要客户挥达近日强劲的财报, 再次提振市场对人工智慧热潮的乐观情绪。 数据显示, 回答第一季度营收达260亿美元, 同比增长262%, 市场预期为247亿美元。 净利润为148.8亿美元, 同比增长628%, 不包括某些项目的每股收益为6.12美元, 市场预期为5.65美元。 汇达公布超出预期的第二财季营收指引, 还宣布对股票寄行一拆时, 并将季度股息提高了150%。 汇达股价盘后突破1000美元关口, 市值暴增超1600亿美元。 台积电盘后上涨于4%, 今年以来, 股价累计上涨超50%。 台积电共同营运长侯永青说, 随着AIHPC数据中心市场的强劲增长, 台积电持续扩张生态系统伙伴, 以把记忆体、载板、封测与测试伙伴加入系统和伙伴合作, 从晶片一路提供到封装的完整整合方案。 在论均期间, 侯永青也运用CHECKGPT3.5展示台积电, 如何帮助客户。 他还幽默地说, 他来相关摘要都和他刚才所说演讲类似, 不知道是谁抄谁的。 侯永青还以用数据指出, 预计2024年半导体晶圆代工产值达1500亿美元, 预期支持110兆美元的全球经济, 预估2030年晶圆代工产值达2500亿美元, 并支持1500兆美元全球经济。 台积电不会和客户竞争, Trust和伙伴关系可以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, 今天是充满黄金契机的AI新时代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